按照張錦璃那樣講 去南彈今年打成彈一拿出來賣 什麼堅毅下來 因為他沒寫字 我們譬如說彈還看得出來 幾號笑棋 幾號生的彈 幾號笑棋 那異彈我不知道變成這樣嗎 現在這樣子 大家對這個事情的最質疑的地方 不是像護士咬剛才所提到的 說都在辦 別忘了是前幾天白銀的人士出來講 說我們的彈的問題怎麼都沒有辦呢 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一直給一個社會上的壓力 所以他開始辦了 那你可以看剛才智恩講得很清楚 從進來之後前逸 然後這個運輸 然後這個冷凍倉儲 到最後還要洗袋 幫他洗袋出去登個整整的 你會發現這個潮濕 他沒什麼角色 他角色就是什麼 掛個人頭領錢 這樣子監察院怎麼講 監察院的報告內容 提到喔 監察院講的喔 榮業部語序常會等離譜的作為 應該已經符合 刑法131條之一 他講這樣 他說這就是 圖立罪構成要見以該當 卻未見不見 積極的偵辦 所以現在辦給你看嘛 就這樣子啊 他已經講了圖立罪 就很清楚 而且點名喔 是榮業部以及市場會 一個成績中 一個林仲賢 已經點名了 可是你卻發現到 檢調是很有很節制的 辦給你看嘛 你們說要辦法就辦一下給你看 但是這兩個不破 噴到是底下一個 什麼單位的執行長 就類似市長之類的一個 副市長 副市長之類的 就辦這樣的一個成績 然後他是不是在網上辦呢 而且隔了這麼久 人家高花了超過一年 柯文哲的事情高花了四個月 你可以辦 所以我可以這麼講 辦鄭文燦 我都覺得那個力道多輕輕的 結束了 就正辦結束了 關個47天 出來啦 有交代可以的 這個這個單呢 我也不認為 有要辦的多偉大 但是辦柯文哲 我就很力氣了 你就發現到柯文哲 就是窮凶惡氣 活要治他於死地不可 我覺得從外面看 是這個感覺 副市長 沒有 我們蠻驚訝的一點說 民進黨怎麼敢這樣做 這麼敢啊 明目張膽的事 把這個 這個超私這種事情 任何人用膝蓋想 就知道就是一個弊案嘛 這就是一個人頭公司嘛 背後就是有權利的人 不然政府完全幫你擺通關 所有事情幫你處理好 三千八百百百百的賺 天下有這種事情 減掉單位 如果連這個能力都沒有 拖到現在一年 超過一年不辦 是把人民當笨蛋 把在野黨當空氣 把政府當工具 所有事情他為什麼 我們要探討的就是 像超市這種案子 我這邊有奴隸 有人整理出來 民進黨至少有一百個案子 類似這種案子 每個到最後面都無己以忠 對社會都沒有什麼交代 問題是在野黨有什麼能力 就這樣子啊